又虐狗回头再拔小妖狼 热尖叫引泪奔 无凭指缚或如大婚 要说昨天那场轰炸了网友一整天少女心 顺带虐了一首单身狗的婚礼 不但用很好这行偶像剧的画风 让众人感动落泪 更是用可以这很霍建华的低调 让晚宴根本无路可透 尽管因为婚礼邀请韩上 谢绝手机谢绝相机的约法三章 让咱吃瓜群众纵使垂涎欲低 也看不到晚宴的高清无麻美图 但不得不承认 就算只有昨天上午的迎娶仪式和下午的温馨婚礼 也足够撑起明星婚礼界的颜值大齐了 不要问不要说 新人永远是最美的 而作为老货姐嫡穿睫毛巾的准麻麻 林心如昨天更是用一袭红色相襟的中式礼服 没有一点点防备的美出了新高度 不管是田下楼姐妹还是感动到落泪 我里心如都是美美美 在独处时还冰山般淡定的华哥 面对如此美咋挽着父亲的胳膊 一步步走向自个儿的新娘 那也是一秒钟就将认真宠溺贯彻到底 一连前所未有的深情 看得幽解少女心已炸 而转眼到了十年只有变质爱的新婚世次环节 固然老干部做报告的气息浓厚 但依旧凭借着Max的真诚度 成功感动枯萎观群正 但是你这么久 从以前能跟你当朋友 就是我觉得很幸运的事情 现在我们成为夫妻 那是我更幸运的事情 我希望我们可以同心协力 一起携手 一起共同努力 面对未来的生活 天真的你们以为这就王诈了吗 图样啊 更重磅的狗粮 老干部的独门绝杀 彭连吻才真的告诉咱们 傻叫后翻众人 尽管老干部这一吻霸道又深情 但机智的幽解 糟惊通过他颤抖的拇指 感受他此时的内心紧张激动 波涛汹涌了 这边霍如小两口 用不间断的派堂告诉这咱 什么叫甜到忧伤 而那边来观礼随份子的明星嘉宾们 也丝毫不含糊的刷新着 颜值 新高和话题记录 掌位的惊喜降临 反冰冰的惊艳亮相 还珠三美的合体 再加上如意传的霍剑滑板乾隆 带领网友一起溢了把童年 踊跃强捧化的胡歌 和邪无奇龙出席的刘诗诗一起 又带网友回到了追看仙剑三的日子 不得不说落魂里 幽解我只服霍如 你就瞅瞅这在巴厘岛西洋下的两趟奔跑 分分钟就要网友集体穿越 回到了那逝去的青春 而除了还珠仙剑奇巨勺 霍如两人的朋友圈也是耀眼的炫目 周迅舒淇流淘逐一两下 上演着咔为于气场的三连宝鸡 瞧瞧这一张张合影 幽解看到的不是明星 而是国产古装剧的半壁江山 而要说尽管伴郎不是万众七代的胡歌 而是华杰工作室的总经理 老干部的高中同学连俊杰 伴娘也不是先前巴厘岛透露的徐伟宁 而是林心如的同父异母妹妹 在昨天还华丽登上热搜的李爱维 没那么耀眼的伴郎伴娘 更能体现出霍如婚礼的真心诚意 当然这种用心也体现在了婚礼会场的布置上 浪漫至极的世上婚礼还不够 场地周围还架起了两台印尼当地独有的 用来祈福的鹏桥 还贴心的喷成了心如最喜欢的粉色 再挂上粉色的麦穗和鲜花 完成新型的粉色鹏桥 更是他的网友少女心炸成烟花 而写决媒体的晚宴更是粉色的天堂 灵感的来源是焰火 于是用五万只粉色紫藤花挂在屋顶 变完水晶灯光一照 这不是粉色的焰火是什么 相信对于昨天这场婚礼 网友和幽姐除了祝福霍如 最大的感受莫过于心疼胡歌了 毕竟新郎没抢到不说 好不容易积极主动一回 却连捧画的丝带都没碰着 不过话有说回来 既然仙剑三剧组主演指定婚礼场所 巴厘岛已经确定 那么看来我胡已经万事俱备 现在独确的就是幽姐我这个心眼 接下来是娱乐界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 在上周末 我大优酷播出的中国新歌声中 选手可以说是各种风格 各种改编 各种精彩 然而就在大家享受这场完美 是听盛宴的同时 物理杰伦小公主 却被深深的伤害了一回 来自成都的学员侯志斌 当晚演唱了杰伦的最新歌曲 爱情废柴 并表示从小就听周杰伦的歌 而且还和他同一天生日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杰伦深信 这肯定是我的学员的 不过正所谓套路玩得深 谁把谁当真 就在最后关头 学员上演惊天大反转 其实我初中的时候 杰伦老师一直是我的偶像 长大以后 我受纳英老师的情歌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今天的选择是 纳英老师 Excuse me 连周杰伦都敢套路 胆子不小嘛 这公主不发威 你真当是Hello Kitty呢 就在经历过这个尴尬的小插曲后 杰伦公主为争抢学员 开始和纳英决裂 向其他三位导师放狠话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姐弟联盟了嘛 齐老师说你们刚刚三个里面拍子就乱掉 这个学员我要了 我要了 学员们拼的是歌唱实力 这导师们拼的可是霸气加勇气加孩子气 IP颜值加修真 微波鲜火的青云震如期上线我大优酷 不管是冲着原著来的 还是冲着剧组逆贴颜值来的粉丝 在首播中均没失望 虽说第一集中 李正伟 影宝 杨子等全没上线 但当红炸子机TFwise 却默默撑起了半边天 王俊凯饰演的少年林鲸鱼更是开挂一般 剧中骨骼惊奇 剧外更是一举刷到热搜榜第三 再瞅着我园这小眼神 呆萌可爱演技爆棚 凭借出色的厨艺 一举征服吃货师傅 第二集里长大后的小凡变成了李正伟 虽说容貌毫无相似之处 但这呆傻人设倒是一致 身为店家补着货架 被银宝用石头耍的晕头转下 亲你咋不去开淘宝呢 肯定不让你免邮 咱免单好吗 都说粉丝行为偶像买当 可粉丝贪污还真没偶像什么事 最近人气男神耸中鸡 就遭遇了这样一件尴尬事 其官方粉丝会负责人 私吞公款以来许多粉丝不满 经纪公司虽快速出面否认 但经不住负责人坦白招任 分分钟被打脸 据悉两位负责人分别挪用 1.67万元和9800元公款 做个人用途 之后又借制作应援物的机会 侵占差价1.17万元 虽然说天下粉丝是一家 但在个别含粉的贪污丑闻面前 咱中国粉丝可不背过 打着偶像名义圈前 一看就不是什么真爱粉 如果说维密大秀是宅男铁平第一盛会 那女团SH48年度总决选 可以说是宅男释放荷尔蒙的另一波狂欢了 7月30号 SH48第三届偶像年度人气 总决选在上海落幕 不出所料 菊锦仪以压倒性优势问警冠军 李依童和黄婷婷分获二三名 而之前两届总选都获得第五名的老将张宇哥 今年只获第八 也让妹子现场一度哽咽 伤心落泪 虽说没能进入Top7神奇行列 意味着在宣传资源上没有优势 但是毕竟夺冠的居静翼 有着4000件美女的称号 输给了4000年一遇的妹子也不亏嘛 因为入选前十名都至少是百年不遇的美女了 一山不容二虎 一部电影引男容两枚鲜肉 警官让陆寒因电影盗墓笔记的范围之争屡上头条 不仅两家粉丝网上对骂 双方经纪团队也被拉下水 而在电影众多宣传活动中 警宝和小鹿也鲜少同框 二人是否不合 几乎就要成为娱乐圈新未解之谜 昨天的盗墓笔记发布会上 刚一提及此雷点就被工作人员阻拦 不过警宝这回可算是给大家揭秘了 我可以我可以回应 我非常喜欢陆寒本人 所以才合作 对所以没有不合 听到这句话优姐也就放心了 既然没有不合 那可以发发合照来个甜蜜互动 破传言试 想要给粉丝发发糖更重要啊 陈冠希大骂林志玲事件终于真相大白 只是没想到把陈老师弃成这样的 居然只是代理经纪人一枚 优姐给你捋一捋事情经过 几天前陈冠希公开羞辱林志玲 随后林志玲含泪回应 有事请直接跟我本人联系 30号陈老师女票秦淑培 首度发声表示在一档时尚节目里自己被林志玲踢走 而且还有节目组的录音 说的直白点是林志玲那边不让你参加节目 你知道就行了 不知是顶不住压力 还是节目组特意进行黑公关 昨日下午该节目代理经纪公司发声明 表示秦淑培被踢事件跟林志玲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全因自己个人言论不当引起的骂战 那你原来是拿志玲姐姐当幌子 虽说事已至此有人买单 但幽姐还是想问陈老师一句 关心你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怎么这么多年过去还是很傻很純真 幻城现在正在我大幽土热播当中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是不是也在追剧呢 那今天我们的魔性魔性真魔性要调教的主人公 就是幻城当中的各位主演 不知道在这个鬼畜的节奏下 各位会迸发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在这个鬼畜的节奏下 你怎么都会活 你怎么都会活 那一点也不算过人 会怎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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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飞行吗 我的导演在换一个果子 我会飞 换我的肉费 你要绝活 来绝活 绝活那还不有的事啊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 古厨在照画 订阅应用 12345678 22345678 32345678 42345678 我在这坐着我这耳朵 我在电视的下 也不知是因为什么 也不算绝活 会什么绝活 绝活那还不有的事啊 我去运动 12345678 22345678 32345678 42345678 像他这个就是 就把这些非常好好玩的东西 吵在一起 这里头有好几个 我发誓不是绝活 会什么绝活 绝活那还不有的事啊 绝活那还不有的事啊 一的硬动 12345678 22345678 32345678 42345678 其实我不是说有绝技是想鼓励鼓励鼓励选手 你所知算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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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对霍伊谜 这哭是声鼓励鼓励发梅怜叻鼓的 绝活呢还不有的事啊 一轄逅 12345678 12345678 16 antigal 12345678 1345679 22445678 23425 livro 21弱 2219 213 ''213 22233 24 223 214 23233 24233 22228 他们两个在前面演的时候 就想这里多少人为他们在那忙 我说绝活还用来吗 我长的就是绝活 绝活那还不有的事啊 炒烤运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四二三四五六七 没事别刷屏有话好好说 今天的话题肯定要讨论的是 这个林心如和霍建华的大婚啊 两个人从公布恋情 然后到公布婚训 到举行婚礼 好像就是马不停蹄的感觉 当然了这场婚礼除了让 这个我们见证了两个人的爱情 非常令人感动之外 其实这场婚礼当中 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友情 那不仅是还珠三姐妹的重聚 看到昨天这个每个人都非常美美的出现啊 那另外比如说像胡歌啊 像吴奇隆的出席啊 也让大家一起来感慨着兄弟情 所以关于这几位艺人 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回应呢 可以在留言区后面一起来讨论一下 那你的好朋友和你之间有什么样 让人特别感动的故事呢 同样可以在留言区后面一起来分享 来进行今天的点歌 冰凉的小瓜子说 薛之谦好像年轻的章雨啊 想点一首章雨的新术 听听看是不是很像 有吗 我好像还真没有这个感觉啊 乐宾55246552 说想听周杰伦的安静 希望能够点中男朋友过生日天天开心 男朋友过生日你点一个安静 你男朋友肯定是一个话老吧 继续 圆圆65601936说 聪哥看这里 诸仙青云志开播了 想点一首超好听的诸仙恋 记得是最早看的一本仙侠小说 一定会在优酷追剧的希望点中 说到仙侠 我记得我看过的第一部 肯定是仙剑七侠传啊 所以大家你看的第一部仙侠剧是什么呢 可以在联系我们一起来分享 那今天呢 我们在片尾处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黎明的 我可以忘记你 另外要继续跟大家请假 从哥回来小小待一下 要立刻飞到其他地方去工作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 还是不能够在全娱乐见面 但是每天早晨八点之后 我们的全娱乐早八点依然会带给你最新鲜的资讯 所以应该是下下周见咯 她的小小一人 附出的手伤的痛痛都是你 紫色的残忍的死亡不只有我 可惜我恐怖难过 我尽算的是我实在不怕寂寞 相見的不見的都失去聯絡 剩下的多餘的都不要再說 得到的已經太多 你愛人去生活 我安靜來錯過 沒有愛過你 我最愛是自己 卻感情滿足我好奇 我只看望遊戲 對不起 不要介意 我沒有愛過你 只是還念著你 時一時我能夠痴迷 我可以忘記你 不怕想起 再算是勝利